每一句话,你都要用心聆听 若想找到自己,必先回归内心 安安老师要对你说 今天安安老师会来教大家怎么睡觉 大概会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大家很熟悉的 在睡觉之前要记得放松 如果外界有很多刺激的话 你可能会比较难放松 因为人的心思意念容易被外界的刺激拉走 而睡眠需要在一个状态是放松又专注的情形之下 那么大家要达到这个放松跟专注的状态 你们在睡前可能两个小时之内 你就开始不要再去滑手机 不要再去追剧看电视 而是让自己可以把这些外在的刺激减少 比如说你可以阅读一些比较轻松的书籍 或者是你也可以做正念的练习 把注意力放在身体部位一个部位一个部位的去觉察 然后呢发现有紧张的地方就可以放松它 好,这个是第一点 我们要学会先放松我们的身体 那么第二点讲的是专注 这个专注呢其实我们可以用一个方法 很多人可能会很浅眠 有些人是在床上翻来翻去他就睡不着 那么其实有一个方法 他们使用这样的方法大概80%都会改善 也就是你要提升你的睡眠效率 你要让你睡觉进入的就是比较深的睡眠 而不要给自己留有浅眠或不眠的时间 那怎么做呢 大家可以先试试看 你每天先去计算一个东西叫你的睡眠效率 这个睡眠效率有一个公式就是你实际睡着是分子 除以你躺床的时间是分母 那你每天都要做这样的记录 大概记录一周或两周的时间 你会算出一个平均你大概每一天要睡多久 也就是假设你今天做了一周的记录 然后每天大概很固定都是这个模式 所以你的睡眠效率就是80%的话 那么下一周我们就要进行睡眠效率的提升 睡眠效率在85%到90%之间的话 这是我们可以接受的一个范围 所以你会发现80%有些低 我们要把80%提上去 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做一些时间上的调整 也就是说请你缩短躺床的时间 比如说你是晚上12点才会睡着 所以你就晚上12点才去睡觉 但是呢你可以像我们刚刚说的一样 在睡前去做一些让自己感觉放松的活动 不要去滑手机 不要去追剧 那么到了12点你才上床睡觉 早上8点起来 那你可以看看你这一周 进行了这样子的动作以后 你已经把睡眠效率拉上去了 所以安安老师讲的这两个方法 第一个方法 你睡前可以做身体扫描 放松自己 第二个就是要提高专注 我们在这段时间里面 就是做一件高品质的事 所以要提高睡眠的效率 逐渐的去调整自己的睡眠时钟 你可以越睡越沉 字幕志愿者 杨陀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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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